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剛剛三點鐘 柏奧莊的超級大盤 出了價單 頗控動 我現在下來預警申食 發展商市委的門口 因為發展商其實未公開 明天才看 但今天我們各代理公司 都已經在這裡安排做事 大家看看門口 現在排隊 他安排的比較安全的排隊方式 這個就是第一個支援站 對著示範單位的入口 地方很大 你見到對面也是很多 現場的發展商已經準備了 就是四個移行樓管制 這樣安排看樓 今天已經傍晚 未公開給客戶 是明天星期六正式 不如我們就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的有一間酒樓 我們公司租了一間酒樓 是做一個 大家在防疫之下 大一點的地方安排 現場這裡都有我們中原分行 這間就是我們中原分行的 中原分行的對面有一間酒樓 因為我們也要安排 今次我估計 明天的星期六 過來參觀示範單位入票的客戶 會很洶湧 所以我們在安排的地點 地方都史無前是這麼大的 我帶大家朋友去看看 首先我們第一個任務 要做足防疫 我進入我們的支援站 首先要探熱 我們每一台都有探熱 你看看我們的地方 大致上我們有五十張桌 四個行四人 應該來說明天會比較多人 大家要給點耐性 但是其實都預了很大地方 去招呼我們中原地產的貴客 不如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行政部的準備 其實現時這裡是在做準備的 因為今次發展商全是無子化的 是用上網直接過數 是一個真正的BroadChange的技術 去做一個銷售下飛 所以我們中原也要安排 差不多有二、三十部iPad 提供給客人 還有我們也有電腦 電腦給客戶 直接可以上網 入票轉數 這也是發展商配合新一代 入票抽籤的方式 大家都看到 現時星期五的晚上 大概現在應該是五點多鐘 都未曾坐滿 如果大家未曾去過地盤 也可以看看我們現場 這是8月25日的航拍 這個紅柏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去散選泡號裝單位的時候 每一個單位的座向 你看到一個項目是大的 其實發展商初步透露的資訊 他是希望第一期和第二期 接續開售 如果第一期和第二期 接續開售 全盤是有二千一百多間 所以大家對這個盤的研究 不妨可以給予多些時間 因為全盤兩期加上 有二千多間的項目 而且在地鐵上蓋項目 是近這幾年極小數 加上有疫情 其實發展商也是開價都很克制 這裏是部分客人 今天過來認識這個泡號裝 很心急 其實示範單位都未開 今天是沒有示範單位看的 只是客人來到想了解一下泡號裝的環境 我們每個同事都是有iPad去介紹的 這就是入票的時候 都一定是全部要用上網入票 完全是無止的一個入票程序 就是令到三方面都得到優勢 所有香港的客戶買家 能夠安心 亦是安全 又買到去心儀的漂亮單位 有發展商 能夠二千多間單位 希望在十月、十一月 我無論如何都要跨越 如果賣二千個 順順利利地全盤沽 大家用心去選擇泡號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